华盛顿的示威游行是从5月29号开始的 目前已经进入了第三天 今天的示威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两天 而且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面 警察已经在街面上释放了多次证包弹进行威慑 刚刚警方的行动向示威的人群推进了大概有一个街区 目前事态稍微有一点缝合下来 但示威人群并没有因为震包弹而完全的散去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又有一些示威人群 开始向警方的警戒线居拢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晚上7点钟 大家听到了刚刚有一声非常巨大的爆炸声 这已经是第二次爆炸声了 警察已经开始在街道上驱散示威人群 警察在这之前已经向示威人群投放了多次的爆破弹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晚上8点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四周仍然有大量的示威人群在聚集 华盛顿市长刚刚发布了命令 今天华盛顿市区要从晚上的11点开始实行宵禁 直到第二天的凌晨6点 另外也已经派出 华盛顿也已经派出了国民警卫队 开始维持治安 中文和中国肯定的编程 中文和国民警博